啊哦,怪兽阿斗来了 一只普通怪兽的不普通的故事 阿斗实在是一只没用的怪兽 是怪兽,却半点儿都不可怕 无论他怎么努力,就是谁也吓唬不住 阿斗终于找到了一个胆小的男孩 他真的能把小男孩吓得屁滚尿尿吗? 还是说,小男孩令阿斗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 阿斗是一只没用的怪兽 他谁也吓唬不住 他不像托尼那样有1642颗牙齿 说明有些牙齿没露出来 又不像埃里洛那样是个盘男大物 也不像海克托 浑身上下怪里怪气的 阿斗用尽各种办法 想变得吓人 可惜就是不行 一天,阿斗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可以去找世界第一的胆小鬼啊 然后把他吓得屁滚尿流 阿斗研究来研究去 终于找到了头号人选 沙姆 阿斗捏手捏脚地走了过去 可怜的沙姆一点都没察觉 小怪兽使出全部分 直到小男孩哭了 耶,阿斗欢呼着 成功了 我终于可以把一个人 吓得屁滚尿流了 才没有呢 沙姆马上不哭了 哦,是吗 阿斗反驳道 那你干嘛哭呀 我哥哥最讨厌了 应是从我手里抢走了玩具小人 我还正玩着呢 他故意摆坏我的小人 那是我最喜欢的玩具 我想办法去修 可修不好 我气疯了 踢了桌子 转山的脚趾 还正好是我上个月 受伤的那只脚 那次 我不小心在浴缸里滑了一跤 因为肥皂泡进我眼睛了 就为了去插 哥哥那只鹦鹉 在我头上拉的鸟石 我一个朋友都没有 我肚子疼 就因为这些 这时 阿斗做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 一起当一只没用的怪兽 不如做一个贴心的朋友 好了 没事了 哦 这可不是说 他不能偶尔去 吓唬吓唬好朋友 阿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